哈喽 品觀點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明目張膽 各位觀眾朋友可以在FB或者是YouTube搜尋品觀點 也歡迎大家訂閱 每週三晚上的九點都會有明目張膽線上的首播 歡迎大家訂閱收看 今天我們非常開心邀請到我們桃園市議員王浩宇 浩宇最近應該是新聞熱度蠻高的一個人 因為一則PO文然後造成所謂的韓粉 什麼新人哥 沾江春到他的服務處去 還不是過路而已 是直接丟雞蛋丟名字的抗議 那我們首先來問一下浩宇 你昨天有看到韓國瑜的臉書 對 因為韓國瑜宣布說他現階段 沒有要進行所謂的罷免無效的抗告 那勢必說國民黨要派出比較有力的戰將來進行所謂的補選 事實上我覺得第一個就是韓國瑜這個貼文 其實他是做一個直寫的動作 因為在罷免案之後 雖然你看起來好像國民黨透過許崑源議長 或其他的議題不斷的搶到很多的聲量 可是國民黨制度實質上卻是持續的下降 就是說民眾認為說我已經94萬罷免你了 可是你還是沒有反省喔 韓國瑜的動作其實是直寫的動作 那現階段我覺得國民黨最好的選項其實是提出像是一些年輕人 比如四十幾歲啊或三十幾歲的比較年輕 形象好的這些年輕世代 雖然這次選上的機率不高 但是可以透過這個方式來練兵 我覺得國民黨過去大家都覺得他是一個非常老化的政黨 這個對國民黨來說長期下來絕對是很負面的 那我想請你還原一下喔 其實我們知道當然許崑源議長墜樓身亡喔 那從你的偷文然後引發了一連串的爭議 那有含本到你的服務處去做所謂的抗議撒名子 丟雞蛋的動作 那你的內心或者是說當天發文的情況 你可不可以還原一下 而事實上當天其實我覺得大家的情緒是非常三溫暖 就是剛過之後其實大家真的很high 我們其實正在真的是正在慶功 那慶功的當下其實大概在九點多的時候 就有人收到訊息說好像有這件事情 可是當時我們大家其實第一個就是覺得不可置信 我覺得應該是網路謠言 第二個就是我甚至當下還懷疑說 是不是中共的網軍又要開始操弄一些事情 所以我花了大概很久的時間查證之後 直到突然間收到這個很多媒體的這個推播 突然啪啪啪的跳出來之後 我才敢相信這件事情 所以在當下其實我就把媒體的標題複製貼到我臉書 那媒體的標題其實用跳樓兩個字 那因為我覺得我們還不確定事實是什麼 所以我還特別把它改成墜樓就是不是用跳樓 所以你說要特別去攻擊許議長嗎 並沒有啦 我們當時只是想要把訊息傳遞出去 後續衍生很多效益 我認為是現階段韓粉一個情緒的出口 那那天來我現場的網友 他們都一直說他們不是韓粉 可是你去看這些組成 比如說像人舞阿虹 或者你看到信仁哥 或者你看到村長 這些所謂這些族群 其實過去就是韓國瑜比較死忠的支持族群 所以我覺得韓粉跟那天來抗議的一些民眾 其實確實是有九成以上的高度重疊 在你看起來 當天你除了說是情緒的出口之外 那我想問一下浩宇 這個對整個你在未來 比如說你在市議員連任上面 會不會有什麼困難度 那到許議長就是墜樓的消息出來之後 其實他們在洗的內容 就是有很多假帳號出現 洗的內容其實是民進黨殺人 許議長的這件事情是一個意外 跟民進黨其實沒有直接的關係 可是卻被說成這樣子 去帶這個風向 對韓粉有什麼好處呢 其實並沒有好處 最大的好處就是可以造成 台灣國內的對立跟混亂 那其實到底對誰有意 當然就是對對岸有利 所以我是覺得說 這樣子的一些政治動作 為了大家還是要小心謹慎 至於這個報復性的罷免動作 如果是真的中立的在地的人發起的 其實對我當然會有傷害 可是現在看起來大概就是 從外地來的韓粉 這些韓粉集團確實會有一些情緒 可是你說會不會對我有傷害 我覺得當然會有 可是對於在地議員來說 我們還是要把地方的事情做好 我覺得就不太會影響到 其實我比較好奇的是 倒是你隔一天有講一個事件 就是因為剛好政府也發表說 有一些網路不尋常的帳號 來忽然間來到台灣侵入的事 有沒有網軍 我認為絕對有 就絕對有一股網軍的勢力 網軍的力量試圖在影響台灣的政局 那至於罷免能不能成功 或者未來的政治走向 其實網軍是我覺得沒有辦法帶領 大部分台灣人的意見 它只能讓韓粉有暫時性的出口 我每一次在任何一個電視台 我講到韓國瑜兩句話 去年根本就是電話接不完 可是今年確實我們可以明顯地感受到 就是過去這些挺韓的力量 是消退的是減少的 那確實韓粉是走向一個下坡 那我們是希望說 這個文化慢慢結束之後 國民黨可以好好的找回自己的主體性 持續地改革 否則如果再被韓粉綁架 那像這次暴力的行動連接到國民黨身上 我覺得對國民黨絕對是負面大於正面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浩宇剛才講到這個報復性的罷免 你可以看到像黃姐她說第一階段已經過了 現在進入第二階段 那你認為說這種報復性的罷免 會持續製造韓國瑜的聲量 還是會真正造成說在地的議員 真的會被罷免掉的影響 透過這種所謂的組織戰的練兵 比如說韓粉在高雄 或韓粉在桃園的練兵 其實是有利於這些韓粉組織的串聯 因為現在沒有選舉 他們必須要透過這些所謂的組織動作 把它組織起來 那組織起來之後 有這些名單 有這些內容之後 他們就很容易在未來的選舉有受用 那我想問一下浩宇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他們最近去申請凱道的入選 他6月13號說有將近2000個韓粉 要上凱道去做所謂的抗議的動作 那你認為韓國瑜的下一步會怎麼走呢 我們今天講一下韓國瑜只有兩個可能 一個就是他去繼續從政 繼續在政治圈活動 第二個就是他退出政壇 那我們今天講的是如果繼續在政治圈的可能 第一個就是他可能會直接攻向這個黨主席的位置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因為韓國瑜大概可以獲得 90%以上的黃復興黨部的支持 可是黃復興黨部裡面呢 又佔了國民黨大概整體的一個黨員票數的40% 所以韓國瑜光是靠黃復興黨部 基本上他都已經達到四成的一個得票了 再加上這兩年其實有非常多的鋼鐵韓粉 他們是為了入黨去支持韓國瑜的 所以你說韓國瑜有沒有能力去選黨主席 其實如果江啟成要跟他競選連任的話呢 勝負其實是非常難說 甚至韓國瑜的勝利好像還高一點 韓國瑜為什麼會選桃園 其實這非常簡單 就是第一個你做過一個直轄市長的人 你不會回去選縣轄市 高雄被罷免了 台南是深綠 台中有盧秀燕 新北有侯友宜 台北市有蔣萬安 對韓國瑜來說 國民黨沒有一個全國知名度強棒的地方 其實只有桃園 所以如果他能夠真的到地方上整合 比如說我們目前正在準備的議長的勢力 把這些勢力整個整合起來的話呢 桃園那麼多眷村 然後藍大於綠的結構存在幾十年的狀態之下 其實對韓國瑜來說我覺得是一個 他比較輕鬆的選擇 也是比較合理的選擇 那我再問你 因為如果說韓國瑜有可能去選桃園 會不會假借以罷免王浩宇的議題 來增加自己的聲量 雖然你說韓粉絲從外地 可是製造出自己的聲量之後 他再下去選會比較好選 任何的動作 在桃園政治動作 不管是罷免我 還是做別的政治動作 其實對於韓國瑜的來桃園參選 都是一個預先的佈局 那我是真的很擔心說 如果真的就算沒有被罷掉 有好幾萬個連署 那這些連署是不是有利於韓國瑜來這邊參選 我覺得這個確實是 必須要去注意的地方 就是他一定會找一個 他有能力動最多人的地方參選 那罷免就是一個最好的練兵 接下來我問浩宇另外一個事情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 韓國瑜被高雄市民罷免掉之後 而且還超越了他所謂當時選高雄市長的票數 那以將近94萬票 那我好奇一件事情 你對於高雄市未來 因為他看到之後 三個月內要所謂的補選的動作 所以未來是所謂的 陳其邁有可能去參加這個補選 我認為其實民進黨的部分 就是過去一開始比較複雜 就是說會有代理的問題 代理多久 會不會有補選的問題 可是現在基本上 已經確定要補選的狀態之下 我認為未來的這幾個月 不適合用陳其邁去代理 因為你用陳其邁去代理 那我覺得就更要謙虛 然後我們絕對沒有用那種 嘲笑態度或什麼對韓粉 我們現在認為 現階段我們是 本來就是在這整個罷免裡面 相對受益的一方 所以我們不應該用這種方式去面對韓粉 非常開心我們邀請到王浩宇 因為浩宇他講出他非常內心非常深處的話 那至少做一個民意代表呢 就是要替地方服務 那浩宇今天聽起來說 他也是為了整個桃園的發展 做了非常多盡心的服務 雖然媒體在檯面上看到他 他對於韓國瑜的批判 對於國家議題的深入的討論 那認為說這好像不分苦的議員 但是人家屬至上地方的事務 都有你做事 也有你服務啦 那當然我們希望說6月6號罷免之後 這種社會對立的情緒應該要舒緩了啦 因為必須讓高雄市能夠重生 我也要在這裡呼籲大家一定要理性和平 去看待所有的政治發展 非常感謝大家收看本週的品觀點的明目張膽 歡迎下週繼續再會 拜拜